我們這一集就是說 我們的夏天 將它到達 然後我們的渡夏 必須要住一些什麼 就聽老闆大概的說一下 可能也有一些新手 你也不知道什麼叫做渡夏 可能就是在冬天的時候 你就這樣一直買 一直買 一直買 你就買了一大堆多肉的植物 重點就是說 可能現在有一些就是說 比較偏南部的 就是說 天氣比較快熱的地方對不對 已經開始 目前 有人已經有開始一些損耗 可是不多 因為現在還是會降溫 那這一個渡夏這個含義到底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多肉植物 就是特別就是說 老闆是養景天 景天科的 比較占大多數 就是人家花朵類 十連花 你十連鼠 這一類的 這一些的話就是說 他們都會有一個渡夏的時間 就是說大概就是說 外面大家可能都聽到就是統一 可能就是清明過後 清明節 清明節過後對不對 這些多肉植物 有可能就是說 開始 它的生長速度就開始緩慢了 然後它可能就是說夜行 有一點就是說 慢慢的攤開 或者是說 開始有一些就是說 損耗 果凍 或者是說 一些就是說 黑羹 還有一些 病蟲害 等等之類的出現 那我們什麼時候 要開始準備渡夏呢 其實是說 現在 這個時間 點 都太快了 為什麼說太快呢 現在大家眼前看到這一件事 老板得自己在養殖的地方 自己在養殖的溫室 可是這種都叫往事而已 因為就是通風而已 我們可以繼續遮擋 外面的雨水 然後減少 外面的一些 蟲 病蟲害 可以再少一點點 飛進來這樣子 但還是會有病蟲害 都會有 沒有說就是說 養在溫室裡的 不會有病蟲害 好 要歸咎於就是說 我們渡夏的時間 可能就是 大家都是知道 就是清明過後 可是說 我們要把這個時間 再繼續往後延 因為 我們開始渡夏之後 對不對 時間點開始渡夏之後 你可能就會往上 上方看 你會看到就是說 老板現在的溫室上方 對不對 你們也可以看到上面 又有一些 就是說 最外圍 都會有一些黑網 但是說 他們現在是收起來的 收起來的情況下 所以就是說 他們沒有在遮陰 遮陰 遮陰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們到夏天的時候 如果陽光過強的話 你在強曬的時候 你可能的 你的多肉植物 就有可能就是說 去有損傷 會有一些曬傷 黑根 或者是說 我們的一些就是說 上方會有一些 草灰搭等等之類的 但是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都是不會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就是說 還是他們的成長季 所以就是說 他們不會去 黑根 也不會去曬傷 都不會 好 那我們現在現在是 大概什麼時候 要去遮呢 就是說我們接下來 就是說我們的陽光 開始曬下去之後 他開始 你的植物的 業員 業員 所有的就是說 我們的景天科 我們的業員 開始 微微的燒焦 好 那你有可能就是準備 你的環境 有可能就是 準備要曬傷了 好 我們就要開始做 遮網的動作 減光的動作 我們遮網 減光的動作對不對 我們這外面的 溫室的遮網 都是差不多 就是遮一個 50% 50%的光對不對 遮完之後 我們往下 曬之後對不對 這些多多植物 接下來會怎樣 因為你減光 減光了 他可能就 認真來講 真的沒有辦法 那麼的漂亮 他可能就是會有所 攤開 都會攤開 但是說 也有可能會穿裙子 看你的遮光率 但是正常就是說 可能會變得比較 綠一點 攤平一點 打開一點 都會 可能就是說 他們就打開了 這樣子 這樣子 對於多多植物 有沒有 傷害 絕對沒有 因為你在渡下 我們在渡下這個時間的話 就是說 我們的水分 也會就是說 就是說 開始往後延伸 什麼意思呢 我們的水分的話 對不對 就是說 就是不能交太多了 我們的水分 對不對 可能要求對不對 我們的水分 可能就會要求在 一個禮拜一次 也有可能 然後但是 也有可能會拉到十天 也有可能是兩個禮拜 依我們的環境 下去做一個 改變 都有可能 所以就是說 大家記得 就是說 開始渡下的時間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知道 什麼時候 要去撿光 去散我們的多肉植物 這樣子 這樣子 才會 比較好渡下 損傷率 減少 但 也有些人 很多 有可能就是說 我們都是放在外面 露養的 有沒有 OK 看過來這邊 好 那接下來就是說 這個都是我們外面 我們 好 這是我們的第三間溫室 我們的溫室的外圍 有沒有看到 外面上面可能 注意看 都沒有任何遮網 都沒有任何的遮網 好 就是說 風吹日曬雨淋 可是說 這一個地方都在 我們就是說 都會在於 準備要入冬 九月十月 開始之後 我們就會把植物 開始放出來 放到外面曬 因為接下來準備 是他們的成長期 我們接下來就把它拿出來 外面這樣子曬 可是你一開始 剛拿出來曬的時候 它會不會曬傷 有 可能 曬傷機率非常高 因為接下來就是說 因為你一開始 是從裡面拿出來的 所以我們都會找一個時間點 可能那一陣子 是準備要下雨的時候 或是說 那一陣子的陽光 比較沒有那麼的強的時候 對 然後我們就大概 抓一個禮拜的週期出來 我們就把植物 開始一個一個一個慢慢推出來 這裡也有包括就是說 原本我們在溫室裡面 已經度下的植株 正在度下的植株 都會有 原本的植株都會拿出來外面曬 然後但是說 又有些就是說 我們好像 像這個 我們的西彩虹 我們西彩虹 也是就是說 我們的上一批貨 進的 這個是差不多是在 兩個月前 兩個月前進的話 我們這個 這時候最近 種的之後 把它拿出來外面直曬 它會曬傷 不會 還是不會曬傷 因為它原本放的地方 就是沒有遮光 丟在那邊 也還沒有中 但是說 它已經適應了這邊的亮度 所以就是 種了之後把它拿出來這邊 它是不會曬傷的 所以就是說 它會不會發根 也會發根 也會穩根 都不用怕 所以就是說 這個時間點還是可以繼續這樣子 放在外面曬 你原本已經有曬過的蜘蛛 他們還是能在外面曬 風吹日曬雨淋 他們也不怕曬傷 也不會怕任何的傷害 所以要記得 所以我就是說 要記得 我們在度下的時候 就是說 我們 能 在冬天之後 可能現在是 三月份 三月份之後 都對 我們能撐到四月份 四月份之後 我們還要繼續撐 撐到幾月份 撐到五月份 你能越晚去遮光 越晚去度下 這些步驟的話 對不對 對於蜘蛛 是最好的 為什麼 因為接下來你注意看 我們這些蜘蛛 它在外面曬的時候 他們的厚度會怎樣 會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厚 有沒有看到 這些厚度會真的非常非常的厚 厚實 又有水分 好 然後你也可以少澆水 讓它就是說 再乾一點 它的顏色會顯得出來 可是說 我們這一個店家 我們就是說 我們這MC多元 就是希望把蜘蛛養胖 養肥 養肥嫩 但是它的顏色 不會這麼的漂亮 但是沒關係 我們養肥嫩完之後 它 到你的環境 每一個人的環境 不一樣的環境 它就是說 你可以放乾它 你可以讓它缺水 你可以就是說 讓它準備 就是要開始度下 因為接下來就是 開始讓它度下的話 對不對 接下來 它就有足夠的水分 你可以去度下來 為什麼 因為它的葉片那麼厚 你就算我跟妳講 你現在這些蜘蛛 這個蜘蛛 你現在把它丟在這邊 開始不澆水 你長達的快要半年 八個月 或者是快到一年 它會死掉 不會死掉 它都不會死掉 為什麼 因為它的葉片水分夠 所以就是說 它可能就是說 經過好 它可能經過了一年完之後 你都沒有動它 你又沒澆水 它會怎樣 會缺水 或下半天會有一層枯葉 或者是甚至到兩層枯葉 但是 它本體蜘蛛還活著 為什麼 因為它的水分夠多 因為還有就是說 因為你度下時間 拉的比較晚 好 你後面才度下 越晚遮網 因為你遮網之後 你剪光之後 你開始有度下的 行動出來之後 你的蜘蛛會怎樣 就是開始正常就是 它沒有辦法就是說 正常的 那麼多的光合作用 所以就是說 它蜘蛛一定會有點小缺光 或者是攤平的現象 接下來它就沒有辦法很耐賽 它就不會達到最健康的程度 最肥嫩的程度 所以就是說 這樣子 他們度下 就會有一點問題 但是說 會不會死掉 不會 你只要度下的 方式是對的 環境是通風的 你環境是能養這些多多植物的 它就沒有太大的問題性 所以就是說 你丟在外面 風吹日曬雨淋 可不可以養 一樣可以養 我有時候 外面也是丟了很多植物 它也是能養到 就是說 又可以入冬了 又可以到冬天了 又可以去度下了 它可能在外面 然後也沒有收進去 我可能會留一些 全部丟在外面 就是讓它外面風吹日曬雨淋 它會很健壯 也不用去理它 也會非常的OK 為什麼這些可以 就是說 因為你在冬天 左右的時候 你就已經把它拿出來 所以就是說 它在夏天 它能撐 它能撐到什麼時候 它能撐到五月份 六月份 你不去遮光 它也不會去曬傷 它也不會受傷 但是說 你很快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就把它拿進去遮網了 撿光了 一樣可以火 但是說它就不會達到這麼漂亮 它的葉片厚度就沒有辦法達到這麼的美 會不會好度下 一樣 會好度下 但是說 我們就是說 時間點 就是要抓一下 然後我們度下的那個 時間的話 大家就是自己去 傳摸 自己去就是說摸索 你到底要什麼時候要去度下的時間 這個是自己 要自己下去抓那個時間 因為每個人的環境不一樣 有些人在陽台 有些人在戶外 有些人就是說 用植物燈 記得 用植物燈下去養的 特別用植物燈下去養 你們其實沒有任何的度下時間 因為就是說 它其實已經 原本就已經在照這些植物燈了 所以就是說 你也不用去改變這個週期 你只要記得 記得你的環境是通風的 不要讓它悶到 你植物燈一樣繼續開 它一樣不會去 有什麼度下的問題 植物燈一樣可以繼續開著 當然有些人是 開植物燈是下去補光的 你原本還是一樣 丟在你的陽台外面 一樣就是說 接受外面的 問題的考驗 這時候就是說 希望你的陽台是通風的 不要太悶熱 這樣子就會比較少一點 就是拜根的疑慮出現 好 這個就是說 老闆就是一般 我們在外面就是說 自己店家 然後就是說 遇到所有的客人 他們自己度下的 一些問題 然後我們就是下去摸索 然後自己怎麼去度下 大家怎麼去度下 統一起來 一個簡單的方式 給大家知道 因為接下來準備要度下的時間了 好 我們也是說 希望大家到夏天的時候 也能好好的把這些多肉植物把它養過 並不會就是說 我們到夏天 它可能就是 會掛很多 也不希望 大家會看到後方這些 就是說 接下來也是下一部影片 馬上就是說 我們要去建國展 這些就是有一些 有沒有看到上面 Guy的網址 因為有一些就是說 一樣我們從我們的網址裡面 瞬間拿出來外面 但是我接下來 可能要去擺攤了 但我不想要讓它有任何的損傷 任何的受傷 我們可能就微微去遮一下光 當然因為裡面也有一些是仙人掌 仙人掌沒有辦法一次受光太大 所以就是會有一些折光的動作 這樣子 讓大家了解 OK 那你們希望就是說大家有問題的話 我們都是 希望大家都可以來問問題 網路上也可以問 粉絲團也可以問 或是說 把這些影片傳給你的親朋好友 讓大家去了解 怎麼樣去度夏 怎麼樣去養多肉植物 好 謝謝大家